Hello大家好我是蜜子晶 今天我吃的就是自己做的 变态辣老麻特麻超手 这就是我们重庆很有名的小吃之一 我买了五代超手 我还以为有100克 结果没有多少 就是这几个 哇哦 我好久没有吃了 从黑森棕味道的老麻超手了 因为在成都这边的老麻超手 它并不会特别的麻 味道神还原 就是超手不太好 拿本子就好了 重庆老麻超手的几个灵魂和破 还有精华 高汤精华 如果你有条件就自己做高汤 加入老麻的料包即可 如果你是大师级别的 那老麻的料包 辣子油自己调配也可以 第二个破 一定要放猪油猪油猪油 重庆小面 干溜弯杂 铺盖面 老麻超手 等等等等 一系列地道重庆小吃的 这个叫什么 它不能叫灵魂 它叫破 猪油 炒过的芝麻 葱 倍棒 大片 在线 求个分数 第三个 就是那一包地道的重庆老麻料 重庆有一家很出名的老麻超手店 它不光是汤头很讲究 它的超水很讲究 我说的是500克的面粉 必须要做出97张超手评 嗯 味道是马超连 马超连 现在感觉我的舌头筋的蚂蚁 初天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的新桌布 要给你们看一下 宣扬一下 它因为这个样子好像就哇我完全看不了了 我插指一算你们现在大幕肯定都在用本地的叫法来叫它 这不就是馄饨吗 这不就是扁食吗 这不就是云吞吗 其实吧 都是一个租宗 这是分布到了我们大中国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叫法 不同的美味 好了不说它了 我要先吃这个 这个哇 我尝了好久 终于可以吃到了 明智的白桃乌龙冰棍 我这个头发我看不下去了 好吐好扫 萌绘 上个年代的感觉 外面是一层很细密的冰米 哇 这白桃味很足 它不是纯白桃味 就里面的这个馅一起吃的话 这个冰衣里面真的有白桃果肉 感觉一吃它 我就是那一个很文艺的少女 因为它在肠温下放置了一会儿有一点化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乌龙味在里面也很足 据莫名的感觉吃这种冰淇淋 它的热量会很低 但是冰淇淋的热量就没有低的 宝贝们 我为什么宝贝们呢 我是在卖货吗 薇达 吃一个油条 白桃跟乌龙真的做成什么都搭 奶茶 白桃乌龙奶茶好不好喝 好喝 冰棍好不好吃 好吃 我之前有说过嘛 我很爱海盐的一切小甜品 那这个就是海盐蜜汁冰棍 怎么都好好吃 蜜汁味在里面很足 但海盐的味道没怎么吃到 因为我一点偏咸的味道 海的味道都没有吃到 它的冰衣呢是充满了蜜汁味的雪泥 它里面的冰淇淋是香草味 这个为什么没有蜜汁果肉呢 都好吃 蜜汁味更偏甜一点 白桃乌龙就跟大娘一点 就这超是没有买好 因为我买的是成都龙超手的超手 龙超手它的馅儿会比较少 但它的皮会偏厚一点 它不太适合拿来做老麻超手 龙超手更适合做红油超手 好麻 我要吃一下环香 这太麻了 你看我嘴巴口红色已经掉完了 但是它一就是红的 麻烈麻红烈 我觉得这一类 它们的最祖先最原始的叫法 应该就是叫馄饨吧 因为这个美食的来源 有一个我故事传说 因为之前有两个恶人 一个叫混一个叫囤 然后老百姓们很痛恨这两个恶人 就把肉跟面粉皮 这两种混在一起 把它们叫为馄饨 煮了吃 以解恨 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 现在的江振户这边的 各种鲜肉馄饨 鸡菜馄饨 小馄饨 然后在川芸这边的 老麻超手 红油超手 豆瓣超手等等 广东地区又叫云吞 鲜肉马蹄云吞 鲜肉虾仁云吞 蟹子云吞 云吞面等等的 然后还有就是福建的扁食 福建扁食是怎么个吃法呢 哦还有炸云吞 我们也经常把超手跟饺子做比较 我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 你们更爱吃超手 还是更爱吃饺子 其实超手 汤超手吃起来更像是喝的 因为它皮薄滑口 饺子就是有嚼劲 汤超手 我只吃两个味道 两个都很极端 尿嘛都是特老麻超手 尿嘛就是纯鸡汤超手 两个都特别好吃 其实我们合川 之前有一家老麻超手 对我做过节目 那个时候还穿着一个公子背心裙 然后头发长度 好像也差不多这么长 那时候是个编分 青涩的我 小脸的我 曾经的我 看过那一期的同学举个手 好润啊 就在和尔中 就海来大学对面 现在已经没有 现在已经变成炸鸡排 哇我觉得那家老麻超手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老麻超手 因为整理事 它不光是麻 它麻的油烟油味 麻辣悬香 烟液的金子是鲤鲤鲤鲤 哇 这一段 这个就是玉圆 和汤圆 还有黎麦 不知道大家看上去食欲怎么样 想不想吃 因为它的颜色有点糟糕 我觉得不放最后的芝麻糊 它吃起来是好吃的 所以没太明白 它这个芝麻糊 搭配在里面是什么意思 或者我自己不应该加最后的酸奶 如果大家出去玩的话 我总结几个哈 去重庆 那必须要吃老麻超手 来成都要吃 就是有加小米辣加蚝油 密质的黑色豆豉 就要吃那一个招牌半超手 然后清汤的鸡肉超手 其实在川瑜都可以吃 但是清汤的鸡肉超手 我目前印象中还记得的 就是成都的那一家家常面 成都塑胶面的那一期 含在里面的 大家快去找那一期 就鸡汤超手是真的好吃 然后在江州户的话 小馄饨必须吃起来 然后清汤的这些随便点 因为江州户的馄饨 它里面的馅儿 真的很丰富 广东 鱼子鲜虾鲜肉 云吞必须吃起来 然后福建 我没有发现全没去过 在广东还一定要传一下炸云吞 点份咖喱鱼丸 咖喱鱼皮 来一份炸馄饨 哦 鱼肉 钥鱼肉 煎鱼肉 鱼肉 哇天 你还是动一下 你不动人家 真的以为你是玩偶 小白呀 果然汤水使我快乐 我再想我下一期又吃什么 因为跟着我的纪录片发展 下一期我应该吃杭州的葱包会 但我吃不到 没办法去 自己做的话 做倒是能做 吃倒是能吃 这好不好吃 一切都是微脂数 就在我们这边买春皮 我知道了 春皮的话 有一家凉拌菜的皮还不错 好 我决定了下一期 边包边吃 边煎边压 边吃葱包会 杭州东东鸡鸡 求扩散 下一期 蜜子军要吃葱包会 希望不要进来就骂我 你也跟不走 走不走 哎呀 不自量的龙面 哎呀 反面了 反面了 哎呀 孵了 孵了 然后满屁又是 哈哈哈哈 糊了 翻车了 奥利奥小叔肉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到我们下一期再见 阿诺 我和阿蜜子 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 私人微博 蜜子军 微信公众号 带我 蜜子军 跟我一起 做一个快乐的吃货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 频道蜜子军 MARISMI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呢 我会在上面 积极回复大家的 现在我都变成 流水的蜜子军 贴打的白羊水 它在越越越语实 响出来 噢呦呦呦呦 水了死个小 死了 戴利套 然后且抓 哇 哇哦 哇 还要来一下 哎呦 还要来一下 又来抓两下